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今年年初,这部万众瞩目的《安乐传》便已经出现在了排播名单之列。 古装剧作为备受喜爱的剧作类型之一,可谓是历经多年发展不断,今年热播的《少年歌行》、《浮屠缘》、《叶成复》更是精彩非常,包括近日收官的《众子》、《星落宁成堂》也是热度拉满。 伴随着以上两部作品的陆续收官,古装剧的接档便成为了观众们最为瞩目的。 如果说有哪部作品是备受期待的,想必无数的观众都会率先想到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古装大女主剧《安乐传》。 首播三集收视上亿,五星飘平稳步8.0,人气女主出手就是古装爆款。 《安乐传》也是网络IP改编风潮下的产物,该剧的基础是火遍全网的小说《黄帝书》,在影视化之后,作为常驻古装女主的迪丽热巴领衔任《安乐一角》。 众所周知,自从赵丽影主演的《花千古》《楚桥传》之后,古装大女主剧的发展便正式开启了,除了这部《安乐传》之外,这几年的时间里还有很多同类型的作品出现。 比如赵露丝主演的《传闻》中的《陈谦谦》,且是《天下》,白露主演的《招摇》,《御楼春》,《杨子》主演的《湘密》《陈陈进如霜》,《长相思》等,包括《迪丽热巴》,也是相继主演了《三生三世枕》《尚书》,《长歌行》,《与君出相识》,恰似《故人归》等近十不同类型新作。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,古装大女主剧已经成为了古装剧的主流类型之一,此时《安乐传》顺势出现,自然是期待满满。 再加上人气女主迪丽热巴的加持,真的是想不火都难呢。 当然,除了迪丽热巴之外,这部《安乐传》还邀请到了一位人气男主的加盟,他就是凭借《山河令》一聚而红的工俊。 在该剧中,他饰演的是韩叶,一位风流倜傥,玉树林峰的翩翩公子。 龚俊自《山河令》之后,人气直线上升,虽然未及一线,不过也是所差无几,此次首搭一线女星迪丽热巴,既是人气的认可,也是发展的机遇。 今年年初,这部万众瞩目的《安乐传》便已经出现在了排播名单之列,伴随着《众子》、《星落宁成堂》等一众作品的相继上线,同时断定档的《青世小狂一》也如约而来。 《青世小狂一》由文宏一指导《陈欣渝》、吴俊渝、甘望兴、乌日立格领衔主演的一部古装剧,该剧也是一部大女主剧,并且作为女主的陈欣宇同样也是颜值、演技、人气俱佳。 目前,这部《青世小狂一》已经进入首播阶段,不仅在剧情设定上十分出彩,演员的演绎也是极尽人心,这也就造就了该剧极佳的收视效果。 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数据来看,该剧仅仅在三集剧情播出的时候便实现了上亿的收视,而且伴随着五星好评的越来越多,评分已经逐渐稳步8.0,可以说是收视口碑双丰收了,引得不少观众直言,人气女主出手就是古装爆款。 既然这部《青世小狂一》已经开播,那么同时段排播的《安乐传》自然也该上线了。 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消息来看,该剧将会在三月下旬和观众们见面,也就十来天的时间了。 总算是不负观众们的心心念念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